近期有位00后女孩还原女儿国国王的作品在网上爆火 视频中的她大气端庄 顾盼生姿 一颦一笑仿佛古代美人 穿越了时空长廊 从经典中走了出来 作为戏剧传承人的她是如何与汉服结缘 本期榜榜给大家聊一聊 00后汉服博主四月 四月本名无尘 来自江苏江营 2018年一段地铁上她拍的视频让她一夜爆火 视频中的四月宛若邻家女孩落落大方被无数人点赞 爆红后有很多摄影师找到四月约拍 但那时小姐姐还在上学 学业繁忙的她都一一玩具 不过有位摄影博主姬小妖一直其而不舍联系 出于同一个城市的考虑 四月答应仪式 没想到这仪式的效果出人意料得好 穿上汉服的四月更显用而十足 自此 姬小妖与四月开启了长期合作 四月也上传了一系列仿装拍照作品 她将飞衣戏曲与传统汉服完美融合 打开四月的视频 一股古典气息扑面而来 她时而变身俏皮可爱的天猪少女 时尚演广寒宫中的清冷嫦娥 偶尔四月也会紧跟热点走个剧情 她的江苑院仿装 眼神惊爱不少网友 周生如故 从城楼一月而下的时宜 是多少人的一男平 四月多个古装扮相中 备受网友关注的 应当是她端庄大气的女儿国国王一角 视频中小姐姐名谋好齿秀丽端庄 这首词用来形容穿上汉服的四月再好不过 网友们对她也有着极高的评价 认为她有灵气 有古典韵味 而戏曲剧独有的《原物布》 让四月走起路来轻飘飘的 也被网友调侃 脚下像是踩了花板 但其实这样的气质 还要仰赖四月多年的戏剧功底 同样作为国家飞翼文化 戏剧不像五大戏剧盛名在外 甚至可以说作为地方戏剧 戏剧十分冷门 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四月十分喜爱 十六岁时只身一人到南京上学 学习戏剧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传统文化想做好周长年累月的练习 一开始没有基本功的四月练习起来分外痛苦 但也要坚持了两年 才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就这样通过长洲戏剧团的层层选拔 四月从两千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戏剧第七代传承人 现在的四月将在戏剧中学习到的基本功 融入作品后更显有人有余 他也参加过不少线下走秀活动 第一场走秀就是在杭州的汉服走秀 《华长九州》 当天四月穿着一件白色明智常好 红色披风与绿色织金马面裙相得益彰 舞台上四月脸部威仪 巧笑见息 颇有《红龙梦中人》 薄姐姐的韵味 最神间留不住 朱颜慈敬花慈树 踏入汉服圈的四月 也慢慢了解汉服文化 四月曾说过 没有汉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可以说在汉服中 四月找到了自信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汉服作为中华文化的传统服饰 到了今天 依旧备受年轻人的推崇与热爱 芒芒以为 在四月眼里 她的人生舞台 不仅仅局限于戏剧 汉服也好 非一戏剧也罢 都是值得自己用心传承的中华文化 让更多人关注到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